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外援奥汉德扎没开二度锁定胜局 最终深圳家赵业主场3比1击败上海身心 取得下半赛场开门红 开场仅仅12分钟场上就出现了换人情况 在没有身体接触和受伤的情况下 上海身心外援比罗比罗主动要求下场 这也让球队感到有些意外 毕竟才刚刚开场不久 球队核心就无奈下场 这对球队的整体阵容 多少会受到一些影响 或许是比罗比罗个人身体不适原因 不得已主动要求下场 顾宾换下比罗比罗后比赛恢复进行 比赛进入到第19分钟 普雷西亚多接队有传球 在禁区内带球转身过人时 被上海身心防守队员孙亦凡勾到 主裁判第一时间做出点球处罚 普雷西亚多掏刀主罚命中 深圳加兆业1比0领先上海身心 第27分钟 上海身心将比分扳平 替补上场的顾宾左路送出传中球 皮球落到后点无人钉绑的欧握耶利脚下 欧握耶利带球稍作调整起脚打门得手 上海身心将比分扳平 上半场双方各入一球1比1平 下半场开场仅仅两分钟 深圳加兆业再次破门将比分反超 普雷西亚多接张远右路携塞球 带球杀入禁区底线 随后到三角送出主攻 奥汉德扎门前包超推射破门 深圳加兆业2比1领先上海身心 第54分钟 旅海东左路送出传中球 奥汉德扎门前强点头球破门 将比分改起为3比1 随后双军无尽球 最终深圳加兆业3比1击败上海身心 取得连赛下半赛成开门红 通过连赛晋级场比赛来看 深圳加兆业可谓是强势崛起 目前在积分榜上已经反超 梅州客家来到第二名 紧逼领头仰武汉卓尔 看这架势 本赛季看来是铁了心的药通超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